曾几何时哈登重返前冬家之心招人若见 似乎火箭球迷等待的第一个重磅加盟即将完成 结果火箭总经理的一番话 直接浇灭了球迷们的心 斯通用三个维度浅谈下赛季的目标 首先将权力放权给无度卡 让他组建自己的战术人员与阵容 其次相比起超级巨星火箭会更看重适配度 这就意味着火箭会继续培养年轻球员 且会让老将辅佐发展 最后斯通虽然没有明硕 但火箭并不会引进超级修星 只会考虑适合球队体系的球员 从这三个维度来看 哈登重返火箭的想法基本上没信 乌渡卡作为一名马刺系教练 最看重的就是防守能力 34岁的哈登无法满足他在战术上的需求 不过在组织端 哈登的确可以帮助火箭解决问题 只是在球权方面 哈登会占据大量球权 这会让格林小史密斯的成长受阻 所以接下来火箭在手握槽 6000万美元薪资空间的情况下 乌渡卡还是会有一系列的补强操作 对于火箭队的战绩 斯通在采访时也透露 我们会延续用乌渡卡将权力交给乌渡卡 让他来选择适配的球员 但是如果球队未来的成绩依然低迷 那责任就是在我 这番话意味着火箭下赛季会出成绩 并不会继续摆烂 所以火箭修赛期补强首要目标 就是选队的球员 并不会考虑选贵的球员 自然哈登出局的概率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哈登曝光加盟火箭队的消息 一直都是从费城与美媒透露 这不排除是哈登竞技人 为了给哈登续约台价所为 毕竟哈登已经34岁 真要是给哈登三到四年顶心 不仅占据球队未来发展空间 同时也将未来堵在了哈登的大合同中 这是存在不可控因素的 那么火箭修赛期 会从哪几个角度考虑人才呢 乌渡卡大概率会加持防守体系球员 而伊森小史密斯就会被忠视 这样的话火箭补强的方向 就是防守俱佳的核心空位 伊森拥有出色护框能力的五号位 封键摇摆人可以考虑拥有持球 进攻能力与投射能力的球员 只有这些补强才会让无渡卡体系升华 所以接下来火箭队的四号牵 极有可能考虑培养 空位方面 无论亨德森还是 阿门汤普森都有机会发展